1940年5月10日 史上规模最大的装甲机群 突破了阿登森林 突然出现在了法国境内 他们奋勇向前 锐不可挡 很快 他们便逼近了法国重要港口敦克尔克 30多万英法联军被困于此 眼前是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 身后是普世丹丹的德军 他们应如何逃出 早在9个月前 希特勒便开始发动了对波兰的闪电攻势 德军出动了大约44个时闪击波兰 发动了二战 作为波兰的盟友 英法在9月3日同时对德宣战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之后仅一月时间 波兰战役便宣告结束 波兰再再再次亡国 在对波兰的白色方案之后 希特勒于1940年5月实施黄色方案行动 西线攻势就此展开 以7个装甲式为先导的德军 对荷兰 比利时和法国发动的攻势 西游小国们根本无力抵御德军的钢铁红 纷纷宣告了投降 只剩下法国在苦苦支撑 由于法国同德国原本就是侍仇 在一战后 法国又以炸成枝的方式压榨了德国 所以早在十几年前 法国就未雨绸缪 他们修建了一条坚固的马奇诺防线 但法国人千算万算 也没有想到德国人会绕过防线 选择从阿登山去出击 当德国人出现在了法军身后 他们方寸大乱 5月24日 古德里安塔科部罪 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 分别攻占了布伦同加莱两个重要港口 法军在德军机械化部队的碾压下迅速攻击 而此时的英国非常难打 早些时候 英国就派遣了十多万的远征军来到法国 帮助法军一起抵御德军 但法军的战斗力属实 令英国人没有想到 就这样 他们从比利时军一起 共计四十余万人 三面围困在格拉夫林与敦克尔克之间 一个很小的三角围 前有大海 后有追兵 被围的连军完全没有突围的希望 而此时 德军的装甲部队已经可以望见敦克尔克 并且摆好了阵势 准备投入最后的厮杀 就在英法连军走投无路的时候 对面的希特勒却送上了神助攻 5月24晚 德军最高统帅部突然发出一道紧急命令 要求德军坦克停在运河一线 不得再前进一步 这是希特勒亲自下达的命令 而这一举措也令众德军将领大为疑惑 胜利唾手可得 你却让我停滞不前 一名德指挥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如果不是希特勒的这一命令 二战结果可能就会改写 而这个命令执行带来的结果是 联军至少获得了三天的喘息机会 他们掩护退去 重新筑起了防御攻势 26日夜里 希特勒取消了停止前进的命令 德军装甲部队得以继续向敦克尔克进进 但已为时已晚 被围的联军已经稳住了阵阶 法国第一兵团在敦克尔克的周围摆开阵势 死扛着德军的猛攻 而另外一边 敦克尔克海滩上的联军 正在紧握密鼓地执行着英军的发电机进 这可能是二战期间英国人参与最积极 也是最团结的一次行动 当所有的驳船 拖船 货船 渔船和私人游艇冒着德国人的炮河使用队 围困在敦克尔克沙滩上的联军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28日晚 在夜幕戎罩下 无数小型船只像潮水一样涌向敦克尔克海滩 29日 船只数量急剧增加 一天之内就撤走了47000人 29日以后 德军空袭不断增加 英国皇家空军的第五个战斗机中队轮番出动 不断在敦克尔克上空巡逻警戒 同德基展开激战 6月25夜 英国远征军最后一批后卫部队撤出了敦克尔克 此次大撤退共撤出了21万英军 9万法军和3万比利时军队共约33万人 为后来英国继续抗击德国法西斯保存了重要的衍生力量 敦克尔克大撤退的成功离不开英国军民们的上下一心 而德军高层做出的错误决定却是造成敦克尔克顺利大撤退的主要原因 希特勒的这一奇怪命令 给后世研究二战的史学家们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问题 那么 你们知道为何元首要发出这样一道指令吗 下面雄大简单地罗列了两条 皆为后人对这一事件的猜测 仅供参考 第一种说法是希特勒处于军事上的讨议 当时由于德军在法国境内推进的速度不快 先锋部队的装甲军团同步兵军团相差过程 且希特勒认为敦克尔克附近的地形不利于坦克国 所以坚持一定要等步兵前来一同参战 而第二种说法则是希特勒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就当时的国际形势 希特勒的主要目标在于法国同苏联 而前者已经实现 希特勒接下来的精力将完全地放于苏联身上 所以对于英国 希特勒并不想完全地撕破脸 给英国人留条活路 或许将来还能成为朋友 如果全见了英军 后面就不好谈一合的事情 那么除去政治同军事上的这两条推断 屏幕前的你们还知道哪些原因吗